这部剧被称为韩版的反弹风暴 讲述了天才检察官在腐败的检察厅孤军奋战的故事 15万人给出9.3分的神作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悬疑推理韩剧《秘密森林》 故事要从一场凶杀案说起 死者身中三刀倒在血泊当中 而刚刚他还打电话让检察官老黄来家里一趟 可当老黄赶到时 却发现他已然没了呼吸 经过现场探查后 老黄立即将嫌疑人锁定在了刚刚来维修电视的工人身上 随后在女警员允珍的协助下 他们成功抓住了嫌疑人江某 并且依照江某的指认找到了死者的财物 然而案件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开始江某失口否认自己杀了人 他赶到的时候 死者朴武成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如果按照江某所说 那当时是谁帮他开的门呢 朴武成的家人只有他的儿子和母亲 而案发是儿子在外当兵 母亲也跟前来找朴武成的老黄在一起 老黄认为江某在撒谎 当他突然拿出两个人的照片时 却发现江某的表情不是慌张 而是感到很荒谬 这说明他们根本不认识 照片上的两人 一个是检察厅次长李昌俊 一个是检察官徐东在 老黄之所以拿出这两个人的照片 是因为朴武成的手中 有足够扳倒两人的证据 而就在他要把这些证据爆料给老黄时 他却偏偏被人灭了口 这不得不让老黄怀疑到他俩的身上 晚上老黄又重新来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一番探查 他发现不远处的一辆出租车 刚好可以拍到死者家的大门 于是他找到车主要来了车上的储存卡 可当老黄回到办公室时 却发现新来的检察官恩秀 正在偷看票武成的卷宗 原来李昌俊已经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来处理 恩秀认为一切证据都指明了江某就是杀人凶手 但是凶器上并没有找到他的指纹 这很有可能会成为对方律师犯案的依据 只有找到江某进入前被害人还活着的确切证据 才能让对方彻底认罪 而老黄找到的存储卡恰好记录了这一切 视频上显示江某在暗门铃的时候 窗户上刚好出现了被害人的身影 证据确凿 看来江某就是凶手无疑 第二天恩秀就在法庭上公开了这段视频 虽然江某极力辩解自己不是凶手 但铁证如山 他还是被判了22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就在江某入狱的当晚 老黄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嫌疑人从进入到出来的时间只用了2分35秒 如此短的时间他是怎么做到杀人并抢走财物的 百思不解的老黄只好把视频发给了技术科进行鉴定 可还没等到鉴定结果 他就接到了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 刚刚入狱的江某竟然自杀了 一位身穿黑丝高跟的美女 此刻郑慵懒地倚靠在电梯服手上 而他旁边的男人 郑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死死盯着他 男人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只是不解为什么女人会跟他出现在同一个楼层 因为刚刚前台的服务员告诉过他 时曾只安排了他们西部地检的人 更何况这个女人还是身份比较特殊的朴武城带过来了 电梯打开后 老黄带着满脑子的疑问率先走了出去 当找到自己的房间时 老黄故意放慢了开门的速度 他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要去哪个房间 此时女人也察觉到了老黄的异样 他停住脚步慢慢转过了头 老黄见此只好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但没过一回 老黄就知道这个女人见过了谁 因为姗姗来迟的次长满面红光 并且老家伙并脚的发丝都还没有干 这不是流的汗就是刚洗过澡 回想起刚刚看到的一切 老黄断定李昌骏和飘武城必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而事情过去五个月后 飘武城却被人捅死在了家中 而老黄亲手抓到的嫌疑人也在入狱当晚畏罪自杀了 杀人之后又自杀 这让老黄起了疑心 如果嫌疑人是受人指使的 他为什么没有带走一切远走高飞 反而是在铁证之下还坚称自己无罪 难道那段作为铁证的视频是有人伪造的 于是老黄带着疑问来到了技术科 可鉴定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视频并不是伪造的 嫌疑人在进入房间前 飘武城确确实实还活着 但同事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提醒了老黄 这一切就好像有人故意设计好的一样 与此同时 女警员允珍也发现了一个疑点 飘武城的邻居在自己家院子里发现了宠物狗的尸体 据他回忆 小狗失踪的当日恰好是飘武城被害的那天 允珍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开始四处寻找线索 终于在院墙的栅栏上发现了一块血迹 取样之后允珍回到警局准备拿去检测 可同事老金得知后却一反常态 主动要帮他送去鉴定科 允珍也没有多想 就把样本交给了老金 可当允珍再次见到老金时 他似乎早把样本的事忘在了脑后 在允珍的一再追问下 他才说出那是狗的血迹 老金支支吾吾的表现让允珍很是怀疑 随后他便开车赶到了鉴定科 然而检测出来的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 接着老黄从物证箱里翻出被害人的手机 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解锁了密码 这让一旁的允珍很是怀疑 对于允珍的疑问老黄并没有回答 此刻他的注意力都被通话记录上 一个叫LCJ的人吸引住了 因为通话记录上显示被害人在约他来家里之后 立刻就给这个人打了电话 至于他是谁 老黄心中已经有了猜想 随后老黄带着允珍又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把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还给了出租车司机 但是老黄却有一个疑问 行车记录仪显示 这辆出租车案发三天前就一直停在这里 这对于一个以出租为生的人来说太不符合常理 在老黄的一再追问下 出租车司机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在几天前他被人举报拒载 不仅被吊销驾照还被罚了款 这就印证了老黄的猜想 有人事前安排好了这一切 甚至连拍摄角度都计算得分毫不差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他在案发三天前设计不让司机开车 从而让行车记录仪拍下 嫌疑人和被害人同时出现的画面 甚至他还如此神准地料到 这会被检方作为关键证据使用 即便经历过各种大案的允珍都觉得不可思议 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只有调查之后才知道 随后老黄便走进屋子还原了案发现场 他发现被害人在听到门领导开门的这段时间 一共需要11秒 这时凶手突然冲出来攻击了被害人 凶手是个右撇子 一刀刺进了被害者的肋骨 一刀划伤了他的手臂 最后的致命一击刺进了他的颈部 整个过程下来需要37秒 而按完门铃的姜某进到这个房子的时间 远远用不了这么久 时间根本对不上 如果凶手不是在被害人开门后才杀人 而是先杀了人之后才帮姜某开的门 即使这样时间依旧对不上 那么只剩下了一种可能 门铃响的时候 朴武成就已经被杀了 而行车记录一拍下的那个人 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个人把所有人都算计了一遍 包括老黄在内 或者说这个局就是为老黄而准备的 如果案发当天老黄比修理工早到几分钟的话 那么他现在就已经成了杀人凶手 而那天知道老黄会出现在案发现场的 除了死去的朴武成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朴武成通话记录里的LCJ 老黄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是谁 他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李昌君 也只有他有除掉朴武成的作案动机 因为朴武成生前曾扬言要爆料李昌君的大褂 但在没有找到确切证据前 这一切都只是猜想 随后两人就离开了现场 然而当老黄回到检察厅时 他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竟是他曾在十楼遇见的女人 另一边 检察官恩秀独自在街边买醉 路过的老黄看到这一幕顿时来了兴致 他落座之后才知道恩秀竟然是为了自己 原来 江某含冤入狱的消息很快被媒体得知 作为主审官的恩秀自然成了众矢之地 而关键证据恰恰是老黄给他的 所以恩秀认为是次长和老黄合起火来坑害自己 老黄被恩秀给整无语了 他告诉恩秀别自作多情了 次长有必要大费周章地陷害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吗 说完也不顾恩秀向不相信就起身离开 可临走时恩秀自言自语的一句话 却让老黄摸不着头脑 回到家老黄还在思考刚才恩秀的那句话 可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不过第二天 老黄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感意外的决定 他主动接受采访 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还现场公布了凶手误导他们给江某定罪的那段视频 并且老黄还当着所有人立下了军令状 承诺两个月内必定抓到凶手 一顿操作之后 老黄瞬间登上了热搜 而这正是他想要看到的效果 他要利用媒体让这个案子受到关注 这样就不会有人来阻挠他的调查 但他的做法却引起了检察厅内部的强烈不满 部长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同事们也都纷纷孤立老黄 连吃饭都不叫上他一声 只有恩秀偷偷跑过来感谢老黄帮他洗清了冤屈 老黄一脸无所谓 起码他可以自在地吃顿午饭了 然而就在两人谈话间 允珍却打来了一通电话 原来刚刚老黄带着允珍找到了朴武城的母亲 据他回忆在朴武城被害前一天的晚上 有人曾打电话约他出去见了一面 回来之后朴武城就躲进了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过 而允珍已经查到了那通电话的地址 他分明就是从老黄所在的检察厅打出去的 挂断电话后老黄立刻找到了内部坐机 可当他们想要查看是谁打了这通电话时 管理员却告诉他们资料已经超过保存日期被删除了 这个消息让老黄很失望 但他并没有放弃 随后他就调取了当晚朴武城家附近的监控 没想到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个线索 朴武城在回家的时候扔掉了一杯豆浆 豆浆的杯子上印有一个兔子模样的logo 并且漂武城往返的时间一共花了32分钟 那么说明他单程最远的距离不会超过16分钟的路程 一据这两条线索 老黄很快找到了那家印有兔子logo的奶茶店 但调查结果再一次让他失望了 那天的监控资料也因为时间太久被老板娘删除了 幸好当时值班的店员还记得漂武城 因为那天他与别人发生了争吵 所以店员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可当老黄拿出李昌俊和徐东仔的照片让他辨认时 店员却立刻否定了他俩 而是指向了合照里的另一个人 而这个人竟然是恩秀 另一边 查方来了一位不太正经的客人 男人一进房间就给老板娘来了一个下马威 然后坐在沙发上就要找一个叫全敏额的女人 老板娘见来人不善起身就想走 可却被男人一把拉住 老板娘也不是吃素的 他俯下身告诉男人这里最低消费5个亿 男人见状只好放开了手 并示意老板娘快去快回 老板娘走出房间后 立刻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而接电话的赫然就是五个月前老黄见过的那个女人 得知有人在找自己后 女人转身就跑 此时徐东仔也追了出来 他一路朝着女人逃跑的方向奔去 可最后还是让女人跑掉了 回到小店后 徐东仔立刻询问老板娘全敏额的地址 可偌大的查方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而此时的老黄正站在一旁偷听 听了一会 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于是准备出去寻找刚刚跑掉的全敏额 可他刚出门就碰到了一个女人 他询问女人哪里能打到出租车 女人还以为老黄有什么非分之想 于是便带着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可车刚停下老黄就一把将他推开 然后自己坐进了车里 上车后 老黄直截了当地让司机告诉他全敏额的下落 司机一看老黄诚心找事 下车就想对他动粗 但他哪里是老黄的对手 被他掐住脖子就按到了车上 与此同时全敏额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家 他自然知道徐东在找他干嘛 朴武成一死 他就是唯一知道那些大人物秘密的人 于是在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之后 全敏额急冲冲地出了门 可他还没走出去几步 就被黑暗里突然冲出来的一个人 强行拖进了小巷里 没过一回 老黄也找到了全敏额家的地址 在敲了半天门无人应答后 老黄顺着地下室的窗户爬了进去 看到满地的狼藉 他知道全敏额已经跑路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柜子里的一件衣服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老黄现在终于明白 朴武成手中有关李昌俊的把柄是什么了 回到车上后 老黄拿出司机给的号码拨通了全敏额的电话 可电话接通后 里面却传来了一段诡异的音乐 当他再次拨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已经关机了 另一边 几个不知死活的学生 正在朴武成的家里又跳又吵 此时一个女生内急想要去卫生间 可当他打开卫生间的门时 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凶案现场法医正在勘验尸体 被害女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现场警员顿时乱作一团 他们手忙脚乱地将女人从浴缸里抬了出来 然而在经过老黄的身边时 他却发现了一个细节 女人的脖梗处有被电击过的痕迹 很快女人就被抬上救护车送往了医院 两个月内接连发生了两起命案 而且还是在同一间房子 迫于舆论的压力 警方立即组成了专案调查组 可调查结果却一无所获 当晚在案发现场的学生们都被排除了嫌疑 而老板娘根本就不知道全敏俄家的地址 更别提她会泄露给别人了 要说这老板娘也是够倒霉的 最低消费五个亿的查方被破关了门 就连自己也惹了一身骚 另一边 老黄在全敏俄家附近发现了她掉落的指甲 这说明凶手早就知道全敏俄家的住址 知道全敏俄这个人存在的只有寥寥几人 徐东在是经过李昌俊授意才去抓人的 所以他俩应该不知道全敏俄的住处 那么还有谁知道他们在查全敏俄的下落呢 老黄的脑中想到了一个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老黄调取了当天跟踪徐东仔的监控 果然在他俩走出大楼时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正是女检察官恩秀 自从上次知道飘武城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恩秀后 老黄就处处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而且他还发现 恩秀的身高跟视频里站在窗户边上的那个人很像 但一个小丫头真能三刀砍死一个成年男人吗 并且他又是怎么将全敏俄电晕后 又转移到飘武城家的 为了试探恩秀 老黄特意让他去送一大落资料 可恩秀提了几次都没有提起来 看来以他的力量根本完成不了杀人这种体力活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恩秀还有帮手 带着这个疑问 老黄找到了恩秀的爸妈 旁敲侧击下老黄得知 恩秀还真有一个男朋友 更巧的是他的男朋友还会修电室 不过两人早就分手了 恩秀的母亲以为老黄对自己闺女有意思 话里话外就要撮合俩人 这可把老黄吓得不轻 赶紧找了个理由告辞 可当他回到检察厅时 却听到了一个消息 有人举报他是全敏俄案件的嫌疑人 并且现场作案的凶器上也发现了他的指纹 所有证据都指明了老黄就是凶手 但老黄一点都不意外 他一脸平静地反问李昌俊 全敏俄的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做的 因为除掉全敏俄 最大的受益人就是被他曾经招待过的李昌俊 面对老黄的反问 李昌俊终于说出了实情 其实那天他和全敏俄什么都没有发生 因为他知道那就是一个圈套 可不论他怎么解释 老黄就是不信 李昌俊被他气得不行 你可以侮辱我的身体 但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老黄只是没有感情 但不是没的脑子 一看这种情况也干脆服软了 另一边 允珍也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全敏俄根本不叫全敏俄 而是叫金善英 并且他和朴武成的儿子是同学 另一边 恩秀深夜来到老黄的办公室 主动承认了朴武成死前的那晚 曾与自己见过面 但他去见朴武成的目的 只是想让他帮父亲洗刷污泥 原来 恩秀的父亲几年前被人陷害贪污受贿 提供这笔资金的正是朴武成 可当他查到这笔资金的主人是谁的时候 朴武成已经欠了一屁股债 恩秀本想的他会帮助自己 可没想到朴武成却当面嘲讽了他一番 真的不是他杀的 只有朴武成活着才能帮自己的父亲洗清冤屈 但他的这套说辞老黄并不感冒 没有抓到凶手前谁都摆脱不了嫌疑 送走恩秀后 老黄收到了五个月前那家酒店传来的监控备份 监控上显示 全敏额从进入李昌郡的房间到出来 一共用了13分钟 这很难证明李昌郡说他们什么也没发生过的说辞 并且老黄还发现了一件事 全敏额在监控的镜头正在对着一个人笑 很显然两个人认识 这个人又是谁呢 老黄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准备下班 可在进电梯的时候却碰到了徐东在 一进电梯老黄就闻到了女人的香水味 在瞥见徐东在兜里的口罩后 老黄立刻了然 徐东在一定是遮住脸去见了某个女人 从单位出来后 老黄立刻来到了香水店 碰巧在这里遇见了允珍 得知老黄的想法后 允珍把他带到了这个城市里香水味最浓的地方 徐东在的香水味正是眼前老板娘身上的 在两人的威逼力右下 老板娘倒出了失情 原来那天老板娘受不了徐东在的死缠烂打 偷偷把全敏俄家的地址告诉了他 但徐东在发现人跑了之后就回来了 在这里喝到很晚才走 老板娘怕惹上麻烦所以一直没说 但不论怎么样 徐东在都摆脱不了嫌疑 然而就在两人回去的路上 老黄却被街上的音乐吸引住了脚步 他突然想起 自己在给全敏俄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的就是这首歌 此时允珍也回忆起 这正是徐东在手机的铃声 心照不宣的两人立刻赶回检查厅 恰巧碰到了正要出去办事的徐东在 擦肩而过时 老黄马上拿出电话给他拨了过去 果然 自己的猜想得到了验证 解开连环凶杀案谜题的手机 果然在徐东在这里 但他并没有打算上交 而是把他包好后狠狠砸向了沙发的一角 在确保手机彻底报废后 东在将他重新包好放进了上衣口袋里 做好这一切后 东在立刻开车来到了大桥边上 然而就在他要将手机扔进江里时 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呵斥 原来自从知道手机在徐东在的身上后 允真等人就一直暗中盯着他 甚至老黄和恩秀还偷偷去他的办公室找过 徐东在也察觉到了有人翻过他的办公室 他害怕事情暴露才想要销毁证据 但却被一路跟踪的允真拦了下来 眼见允真要来真的 徐东在立刻将手机放到了地上 确保安全后 允真小心翼翼地拿起了地上的手机 然而当他打开后 徐东在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那里面根本不是手机 而是一包香烟 奸计得逞的徐东在对着允真又是嘲笑又是赤马 自知里亏的允真不便发作 只能低头连连认错 教训完允真后 徐东在得意地开上车离开了 没过一会他就拐进了一条小路 原来这家伙贼心不死 可是他正准备把手机扔进江里时 身后又传来了一声惊呼 徐东在连忙回头看去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没有在意的他接着就把手机扔进了水里 不久后老黄开车来到了江边 此时允真和同事正在打捞徐东在刚才扔掉的手机 原来他们料到徐东在没那么好对付 所以就安排了两个人进行跟踪 徐东在扔掉手机前的那声 惊呼也是允真的同事传出来的 没过多久允真就捞出了手机 他们赶紧将他装进证物袋准备拿回去鉴定 回到警局后 累了一天的允真刚准备休息 可这时办公室的灯突然被人关上了 感觉到不对的允真立刻起身查看 但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 允真有些害怕 他小心翼翼地走向墙边 然而就在他要将灯打开的时候 却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清醒后的允真立刻给医院打去了电话 但发现对方的电话始终正在通话中 与此同时 一个穿着墨绿色高跟鞋的女人 缓缓推开了病房的门 她一步一步地来到全敏额的病床前 然后慢慢地拿掉了她脸上的氧气罩 接着用枕头死死地蒙住了全敏额的脸 接到报警的小护士立刻跑向病房 还好全敏额并无大碍 放心下来的小护士赶紧帮她重新带上了氧气罩 然而在处理好一切后 小护士却突然听到了一阵开门声 另一边 白天亲手丢掉盒里的手机 晚上却又重新出现在了徐东在的手中 徐东在把所有人都骗了 原来 白天他扔掉的根本就不是全敏额的手机 他早就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跟着自己 所以他将计就计陪众人演了一出戏 而他深更半夜地来到飘舞城的家 是想把一切都栽赃到暗恋全敏额的 朴舞城儿子身上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有个人早就看破了这一切 老黄早就发现徐东在不止一部手机 一个有两部手机的人可能还有第三部第四部 徐东在知道老黄翻过他的办公室 所以他不会轻易拿出真正的手机 很快老黄就对徐东在进行了审问 虽然徐东在被抓了的正着 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凶手 因为那部手机是他在全敏额家附近捡到的 当天他比老黄早到了20分钟 可即便这样依旧是晚了一步 他心想全敏额说不定会回来 于是便把车开到小巷里等 也就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全敏额的手机 而那天晚上他知道全敏额的地址后 只报告给了一个人 那就是检察长李昌俊 徐东在的行车记录仪和通话记录 也都证明了他所说的完全属实 调查矛头立刻就转向了李昌俊 然而刚刚摆脱嫌疑的徐东在 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就收到了恩秀发来的短信 原来那天知道徐东在去找全敏额的 除了老黄还有恩秀 确认过监控后 徐东在立刻开车来到了约见地点 一见面他就质问恩秀看到了什么 但恩秀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想要跟徐东在联手栽赃给李昌俊 如果徐东在不按照他说的去做 恩秀会立刻告诉老黄他就是凶手 恩秀一反常态的表现 让徐东在摸不着头脑 他甚至怀疑恩秀才是幕后真凶 在犹豫了片刻之后 徐东在果断拒绝了恩秀 以他们俩人的力量 想要对付李昌俊 无异于以卵击时 见徐东在不配合 恩秀放下狠话转身就走 情急之下 徐东在立刻上前想要拉住恩秀 可却一把扯坏了他的衣服 请客间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恼羞成怒的徐东在狠狠地掐住恩秀的脖子 把他抵在了墙上 此时的徐东在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直到恩秀倒下去 他才发现自己犯下了大错 验证了自己的猜想后 恩秀艰难地爬起身离开了现场 随后他就衣衫不整地来到了老黄家 原来这一切都是恩秀计划好的 其实那天他只看到徐东在和老黄前后出了检查厅 并没有继续跟踪两人 而他这么做是要激怒徐东在 如果他真的是凶手 那么在得知恩秀是目击证人后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老黄没想到恩秀这么拼命 而恩秀也并不知道 其实老黄一直就跟在他的身后 另一边 为了调查检查厅内部的腐败问题 李昌俊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 突然宣布老黄为特派调查官 调查结果直接向总长汇报 任命一下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徐东在更是疯了事地跑回办公室 他知道老黄首先要调查的就是自己 果不其然 他刚走进办公室老黄随后就带人闯了进来 幸好徐东在早有准备 他将自己的财产证明都装进了塑料袋 然后躲过老黄的搜查 偷偷塞进了卫生间的水箱 另一边调查无果的老黄搬到了中央地检的办公室 此次调查成立了专案小组 除了跟随自己多年的两个助手之外 老黄还向警方要来了允珍和他的同事 管理档案的尹科长以及自己的律师同学金本正 如此安排自然有老黄的道理 他之前从家人口中得知 尹科长曾去调查过自己大脑手术的情况 而金本正则是从漂武城案开始 就时常出现在他的身边 这两人的动机不明 老黄在将朋友放在身边的同时 也要将敌人放在身边 以便时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一介绍后 老黄开始了行动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徐东在 然而还没等大家开始调查 检察长李昌俊就走了进来 他此来是邀请调查组成员一起聚餐 检察长发话众人不敢不从 随后他们便来到了李昌俊的家 在这里众人见到了李昌俊的妻子李妍在 李妍在不愧为大家闺秀 在丈夫面前热情地招待客人没有丝毫怠慢 甚至在众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都在尽量找着话题让气氛不至于冷场 但性情直爽的允珍看不惯他脚楼造作的模样 心里想着嘴里就冷不丁地反驳了一句 饭桌上的氛围瞬间凝固 所有人都忐忑地望着李延在 幸好李昌俊的财阀岳父及时出现 才打破了这份尴尬 李允范气场十足地扫视了众人一拳 然后停在了老黄的面前 李允范仔细地打量着老黄 手上也稍稍加重了力道 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老黄既没有被吓一跳 也没有用力回窝 试探了一番后李允范主动收回了手 然后跟女儿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李允范走后 老黄也没了再吃下去的兴致 于是便带着大家告辞离去 出了门其他人相约去找地方填饱肚子 而老黄则独自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此时他的怀疑对象又多了一个人 那就是李延在 另一边 徐东在快步走到李允范身旁 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面对徐东在的苦苦哀求 李允范丝毫不为所动 愿意给他做事的大有人在 区区一届检察官又算得了什么 而徐东在之所以落的这幅田地 全是拜老黄所赐 不久前检察小组正式开展了工作 首先被传唤的就是徐东在 在记者的闪光灯中 徐东在傲慢地走进了中央检察厅 审问事理 他对尹科长指控其收受嫖五成贿赂仪式失口否认 但随后尹科长扔在桌子上的几张照片 却让他彻底傻了眼 徐东在没想到 老黄早已从水箱里找到了隐秘的资料 并对里面的房产车辆证明等一一进行了拍照 这些无一步成为了徐东在贪污受贿的证据 铁证面前 徐东在彻底慌了神 他请求见老黄一面 但老黄可没时间理他 此时他正在另一间审问室 调查老法务部长的受贿案 据恩秀母亲所述 三年前家里曾收到过一箱水果 当时他并没有在意 可等恩秀父亲回来一看才发现里面都是钱 于是他们赶紧打了箱子上的电话 并把钱退了回去 但恩秀母亲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另一边 徐东在失魂落魄地从问讯事出来 为了避开记者 他主动要求走楼梯 可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黑 接着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不省人事 陷入昏迷的徐东在立刻被人台上救护车送往了医院 徐东在是打开贪污案的重要突破口 他一昏迷调查立刻陷入了僵局 没办法调查小组只能转变方向从全敏额身上查起 他们找到了全敏额的专属司机 据他回忆全敏额每两三个礼拜就会约同一家酒店 而且到达后他都会用作基于对方沟通 以谨慎程度来看 很显然对方是个有权势的人 依照司机所述 允真很快找到了这家酒店 但调查结果再一次让人大失所望 这个人非常狡猾 每次开房都是以全敏额的身份 事后也是由全敏额拿着现金结账 并且酒店的监控录像也因时间太长都已被删除 调查的方向似乎又走进了死胡同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时医院那边又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躺在病床上的徐东仔突然不见了 接到消息后 老黄起身就要向医院赶去 可就在与允真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昏迷多日的全敏额终于睁开了眼睛 此时老黄和允真正站在全敏额的病床前 因头部受过重伤 全敏额虽然醒了但意识依旧模糊 允真尝试着沟通却没有任何效果 这是一旁的组长突然接到了署长打来的 电话一听是署长的电话 老黄两人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 因为度假村传过来的监控画面显示 全敏额在走廊里见到的正是警局署长金宇军 而且全敏额在酒店大堂打的那通电话 也被证实是打给金宇军的 全敏额一醒 金宇军必定会不择手段堵住她的嘴 所以目前当务之急必须要将全敏额转院 为了防止泄命 允真利用广播将组长制开 随后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下 紧急将全敏额推出了病房 当组长返回时 全敏额已经被几人放到了车上 见允真如此紧张病人的安危 值班护士立刻跟她说起了几天前 病人氧气罩脱落的事 当时她只以为是病人手脚禁卵导致面罩疑味 现在想来可能是有人故意动了手脚 而且当天她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女人 通过小护士的描述 允真立刻想到一个人 她从手机里调出了李延在的照片 没想到小护士一眼就认了出来 允真一听马上前往保安室调取监控 可却被告知早已被警局的人拿走了 与此同时 老黄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抓到了老法务部长受贿案的关键证人金泰君 金泰君是三年前贿赂永日仔的资金传递员 专门负责递送贿赂款 当天恩秀母亲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接受了她送去的装有八亿含元的纸箱 很晚才回到家的永日仔一看到箱子 马上根据箱子上的联系方式叫金泰君拿走 可监控却拍到金泰君离开时两手空空 正因如此才会推定永日仔收受贿赂蒙受了不白之约 而真相是金泰君将前乡从一楼的走廊抛出 然后空着手走出公寓大楼 再从楼外砸草堆里驱走了前乡 有了金泰君的证词 老黄当晚就举行了记者会 他首先就是推翻了永日仔受贿案的有罪推理 接着又爆出了一个大瓜 警署署长金宇君涉嫌性贿赂 即日起将接受调查 这两条无意不是爆炸新闻 隔天金宇君就被请到了中央递检 但在问询中他依旧死鸭子嘴硬 坚决否认自己认识全敏乐 直到允珍拿出度假村酒店的监控截图 他才彻底闭上了嘴 做完这一切后老黄将目标对准了李昌俊 然而就在他和江部长问讯徐东仔的时候 电视上的一则新闻却惊呆了在场的三人 李昌俊摇身一变 竟然成了总统的秘书长 接着老黄拿出一张嫌疑人照片给全敏乐指认 全敏乐看过之后却在纸上写下了零和七两个数字 而且老黄还留意到一个细节 全敏乐虽然嘴上说着很冷 但却下意识地拒绝别人帮他盖上被子 这种奇怪的举动让老黄很是疑惑 全敏乐究竟想告诉他们些什么 隔天他便带着允珍重新来到了案发现场 进门时一个隐蔽的地下室吸引了老黄的注意 走进去之后 老黄明白了女孩的意思 因为他们从角落里找到一个包装袋 上面印有大大的数字漆 这也许就是全敏乐所说的两个数字之一 而且允珍还在地下室的台阶上发现了三处刮痕 从痕迹分析 很像是大旅行箱拖动过留下的痕迹 此时老黄更加确信 全敏乐遇害前在这里出现过 这个地下室的环境也符合他口中的很冷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凶手不在这里解决 而是要费力地把全敏乐搬到楼上去呢 以全敏乐失踪到被发现的时间来看 他应该在这里待了足足一天的时间 而这又是为了什么 接下来组长的话让老黄知道了原因 在朴武城死后 这个案发现场就成了几个不良学生的聚集地 他们基本都是在每晚的固定时间来 而全敏乐失踪的那天 这帮学生恰巧早到了两个小时 这就打乱了凶手的计划 所以他才把全敏乐暂时放到了地下室里 至于为什么等到第二天晚上才动手 那是因为凶手根本没真的想杀死全敏乐 他要保证全敏乐被学生发现时还活着 但是凶手又为何处心积虑地安排这一切 老黄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晚上调查小组在允真家办起了派对 恩秀也被允真叫了过来 连日来的忙碌让大家都很珍惜 这难得可以放松的机会 饭后恩秀忙着帮大家准备饮料 可一个不小心却洒了尹科长一身水 不好意思的恩秀连忙一边道歉 一边帮尹科长擦去水渍 却无意间看到了尹科长背后的纹身 然而恩秀不知道 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撇 却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火 忙碌了多日的调查小组 难得有机会在一起拍了张合照 然而他们没想到 这却成了有些人留在市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天 正在向新任检察长报告的老黄 突然接到一个消息 躺在病房里的全敏额竟然消失不见了 紧接着 又一个震惊的消息传入了她的耳中 全敏额之前住过的出租房里 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士 得到消息后 老黄火速赶往案发现场 一进门她就看到了神情恍惚的尹科长 可当她想要去查看尸体时 却被允珍拦了下来 看着允珍的神情 老黄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她俯下身缓缓掀开了盖在尸体上的摆布 然而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张她无比熟悉的脸庞 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恩秀 老黄脸上毫无表情 她只是静静地看了一回 然后盖好尸体缓缓地站起来 老黄的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同时遇害她毫无伤感之情 反而马上改口称其为被害人 一个人究竟是多么冷血 才能无情到这种地步 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黄不是没有感情 而是发泄不出来 小的时候她曾做过一个脑部手术 而后遗症就是喜怒不形于表 也正因此 她才对恩秀的每次示好都表现得异常冷漠 回想起与恩秀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老黄的心里终于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 就再也回不来了 悲伤过后 老黄立刻对案件展开了调查 据勘查过现场的允珍所述 最先发现恩秀的是全敏罗的房东 她进入房间的时候恩秀就已经身亡了 而随后赶到的尹科长 看见倒在地上的恩秀情绪失控 不小心才弄乱了案发现场 凶手的作案手法和使用的凶器 都与嫖舞成案很相似 但与之前的案子相比 凶手处理现场的方式就要差了许多 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受害人的血迹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模仿作案 而且恩秀昨天的行动轨迹也很不正常 她在下班前曾回到过家中 不过七分钟之后又走出了家门 除了这一天 她从没有在上班的时间回国家 很快老黄就知道了恩秀回家的目的 她从崔助理口中得知 恩秀昨天曾在自己的门口停留了一阵子 而那时她正在和允珍谈论 永日仔可能握有李允范秘密的事 恩秀回家一定是想找到这个秘密 随后老黄就来到了永日仔的家中 果然验证了她的猜想 永日仔手中的证据被人拿走了 老黄很清楚拿走证据的人是恩秀 也是因此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抱着最后一点希望 老黄在恩秀的房间里开始翻找 这时桌子上被撕去一页的笔记本引起了她的注意 从残留的压痕上看 像是写过什么东西 老黄随即拿起铅笔在上面涂抹 很快纸上就显现了一组数字 允珍吃惊地拿起来仔细端详 这应该是反复涂改之后才能形成的压痕 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 她的话瞬间提醒了老黄 恩秀是在允珍家聚餐时才知道的灵妻这条线索 而从那晚到她遇害不过也就一天的时间 那她能坐下来画画的时间 只有从允珍家回去的那晚 恩秀的生活轨迹与权敏额完全没有交集 想要看到灵妻的字样并产生怀疑 只能是在允珍家聚餐时 如果她不是在特定的物品上看到的 那一定是在某人的身上 而数字要怎么留到人的身上 那就是纹身 整个聚餐过程中 单独与恩秀相处过的只有允珍和尹科长 本真身为警方人员不可能有纹身 否则无法通过体检 那么就只剩下了一个人 接到报警后 韩组长立刻带领警员抓捕尹科长 而他此时已经在去往了机场的路上 当警方赶到机场时 立刻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很快就发现了乔装改办的尹科长 特种兵出身的尹科长 瞬间就放倒了几名警员 好在关键时刻 允珍及时拦住了他 不过允珍哪里是尹科长的对手 几下就被他放倒在地 可就在最后一刻 尹科长终究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拳头 警员向凶手衣服上喷洒了一些事迹 当关上灯以后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这件血衣的出现 时隔两个月的飘武城案 也终于揭开了谜题 而所有事情都是始于一场车祸 一年前由于校车公司偷工减料 致使车内十余名师生葬身火海 其中就包括了尹科长的儿子 可这场惨案却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 相关人员仅坐了一年的牢就相继出狱 这一切都是飘武城所为 他通过当时的检察长向地方检察院施压 帮助相关涉事人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为了给儿子报仇 尹科长精心谋划了这一切 他先是偷偷潜入飘武城家 拔掉了电视上的收讯卡 等调武城打完维修电话后便结果了他 然后翻出贵重物品扔在地上 当有前科的维修工姜某赶到时 尹科长换上调武城的衣服 站在窗前并帮他打开了门 剑材起义的姜某就这样成了替罪羊 至于全敏恶 他与朴武城没什么不同 只不过朴武城用的是钱 而他出卖的是自己的身体罢了 尹科长把自己所做的事都说了出来 从策划所有事情开始 他就没想过继续活下去 但他却坚决否认杀害了永恩秀 同时允珍那边也没有在血衣上 提取到恩秀的DNA 更没有找到恩秀从家拿走的U盘 如果恩秀不是尹科长杀害的 那他为什么又要前往机场试图潜逃 带着这个疑问老黄调取了机场的监控录像 他发现从进入机场后 尹科长的举动就很怪异 不像是为了潜逃而遮遮掩掩 更像是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人 联想到尹科长否认杀害恩秀时的态度 老黄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立刻再次提审了尹科长 见面后老黄并没有急着问他去机场的真正目的 而是好奇他是怎么知道检察长向地方检察院施压的 这个秘密连现任的检察长都不知道 尹科长更不可能自己打听得到 那只能有一种可能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这个人就是他的同伙 而尹科长到机场并不是要逃跑 而是想找人 如果想逃跑 他大可随便选择一个航班飞走 但他也不是在找同伙 因为这样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 而能让一个大仇得爆了无牵挂的人 还跑到机场寻找的家伙是谁 答案是凶手 杀害永恩秀的凶手 虽然老黄猜测得有理有据 但尹科长始终选择沉默不言 既然如此 老黄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从审讯室出来后 他马上给徐东再打去电话 让他留意下李允范身边的人 老黄怀疑恩秀的死 可能和李允范有关 为恩秀手中的优盘 藏着李允范偷睡的证据 而巧的是徐东再刚刚才见过李允范 他发现平时李允范身边 如影随形的与秘书 今天突然不见了踪影 听到这个消息后 老黄知道他猜对了 进到办公室后 老黄立刻拿起整个事件 相关人员的照片分析 认识与秘书的人只有四个 李允范本人 李允范女儿李延哉 他们一一贴在墙上逐个排除 李延在应该不知道 前任检察长施压的事 永日仔也不会知道 与秘书昨天出国 而可以安排尹科长 去追与秘书的人只有一个 这个人 就是一切事件的幕后主持者 毕生曼走到进了李昌俊的不舍 这是生前他与妻子 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随后李昌俊便拿起电话 打给了老黄 关于发生的一切 他会有一个交代 见面后李昌俊便主动承认了一切 朴武成和全敏额案都是他的杰作 尹科长只不过是一把杀人刀 他才是握住那把刀的人 而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赎罪 19年的检察官生涯 让他看见了这个世界的肮脏与丑陋 白天他忙着抓捕各种 被生活所迫无奈走险的人 晚上则忙着走进密室左拥右抱 这里的人一句话 就能赚到别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而他却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随意践踏法律 但不知从何时起他的内心开始抗拒 也在不愿做那树枝高格的旧书静静蒙尘 他开始收集李允范等人违法犯罪的证据 然后找到一心想要复仇的尹科长 架设棋局 至于老黄 李昌俊一开始就给他选好了角色 他需要一个正义且头脑冷静的人 来一步步解开谜题 而做过脑部手术 断绝了感情的老黄正是最佳人选 只不过 老黄的进展远远超过了李昌俊的预期 李昌俊用最激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甚至都没来得及和妻子好好道个别 其实他本可以不必这样做 但唯有如此 他留下的东西才能成为最有力的证据 随着李昌俊收集的物证被爆出 整个韩国立即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与之相关的涉案人员一一受到了检方的传唤 杀害恩秀的凶手被缉拿归案 但他坚称是自己一人所为 绝口不提是受谁指使 权敏俄也恢复如初 又打扮了花枝招展 面对允真的审问拒不配合 完全忘了自己是如何才保下这条命的 这场风波里最受关注的自然是财阀李允范 虽然他也接受了调查 但作为贡献了全国30%GDP的人 他的调查结果可想而知 而徐东再也决定改国自新从头做人 他求老黄再相信他一次 让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完成李昌俊的遗愿 徐东再让老黄想起了恩秀 如果当初自己能选择相信他的话 恩秀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当所有事情落下帷幕 老黄却被调往了地方检察院任职 临行前他约了允真一起喝酒告别 席间允真送给老黄一张自画像 作为临别礼物 希望他看到这个可以多笑一笑 老黄虽然很嫌弃 但还是勉为其难地揣进了怀里 按理说女方送的礼物 怎么也要表示一下 可老黄就是个妥妥的直男 破案很在行 人情事故却是一窍不通 第二天老黄告别了 跟随自己多年的两位助手 然后独自踏上了新的征程 老黄走后徐东再搬到了他的办公室 在徐东再的苦苦哀求下 老黄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老黄似乎没听过一句名言 狗改不了吃屎 没了老黄的束缚 徐东再彻底放飞了自我 然而他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 十个月后 老黄接到了检察长的电话 他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即刻回京复任 看着允真送他的画像 老黄渐渐露出了笑容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